主爱的弟兄姐妹 主内平安 我是永恒神父 今天是圣家节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 圣路加福音 二章二十二三十九 自四十节 愿主耶稣的故事 平静您的心 使您体验到天父的爱 按梅色的法律 衣满了他们取节的日期 耶稣的父母 洛瑟和玛利亚 便带着孩子 上耶路撒冷 去献给上主 他们按照上主的法律 办完了一切 便返回加里勒亚 他们的本城 纳扎勒 孩子渐渐长大 而强壮 充满智慧 天主的恩宠 藏在他身上 基督的福音 弟兄姐妹们 今天是圣家节 是我们反省家庭生活的日子 基于对圣家的认识 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些心得 希望有助于您的反省 圣家的幸福 源于两方面 信得和爱得 从天使向玛利亚的称呼 万福充满恩宠者 上主与你同在 就能明白 玛利亚是天主所喜悦的 犹如天主喜悦于 亚巴郎的信仰 若瑟多次在梦中 听到天使的启示 醒来后 立刻付出了行动 清晰地表达了 他对天主的信号 玛利亚洛瑟 使天主特别拣选 他们彼此间的信任 也一定非常坚定 天主相信他们 使天主子降生人间 由他们细心呵护 养育成人 所以我们肯定 圣家彼此之间的信任 非常牢固 使得天主的旨意 顺利成行 因此 我们可以反省自己的家庭 夫妻之间的信任如何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信任如何 您相信您的爱人可以改变吗 您相信您的孩子可以变得优秀吗 有多少时候 您已经不愿意再相信您的爱人了呢 有多少时候 您已经不再相信自己还可以改变 相互信任 耶稿就是要把天主是爱的喜讯宣报出来 我们可以说 圣家之间的爱 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马利亚 Kiev 玛利亚弱色 因着陪伴耶稣的成长 而充满天主的爱 耶稣接受玛利亚弱色的照顾 深深体会到人间的爱 爱是给予和接纳 是亲密关系的核心部分 若我们心中没有爱 就很难主动关心人 或为他人着想 若我们不接纳爱 心中就会空虚干涸 所以家庭是爱的团体 是爱的加油站 因此我们反思一下 您的爱人被爱充满了吗 您的爱人缺乏爱的滋养吗 您的子女感受到父母的爱了吗 有多少家庭 因为没有了爱的分享 而烦躁不安呢 有多少家庭 由于缺失了爱 而徘徊在生死的边缘 无论如何 希望您能成为一名爱的使者 让自己的爱人 家人 家人感受到爱 被爱充满 我们不要一味的说去和抱怨 当您感觉不到被爱 当您感觉不到被爱时 那就先付出爱吧 因为对方可能已经没有了爱的动力 正是需要被爱的时候 我很喜欢这句话 基督因着爱而从天降下 我们要因着爱由下而上 多少圣人圣女被基督的爱所充满 为信仰做出了伟大的见证 我们就是继承人 愿我们都能传承基督的爱 为爱而活 是家庭 是家人 都充满爱 愿天主祝福我们 阿们 我爱的山家 为你的山家 耶稣阿弥亚罗沙 天主祝福我们 我们向神教探索 有神秘的神教 回我入教 我心爱的耶稣 生间一生母 愿山作火山落双 我们岛上掌索 一番从道子投标 愿山家永久责任 我爱的山家 回我入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